明镜电视 发的这个图图和现在的美国民族是如何来应对 医疗界是如何来应对 以及最近在医疗方面发生的很多的阴谋弄的一些说法等等 何医生都会敞开来聊一聊 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随随地举手与何刚医师 你问我答了畅聊个痛快 那么我们请何医生出场 好 老板你好 各位观众好 各位朋友好 你们好 今天晚上我跟大家一块度过这两个小时 还是像以前一样 我们随意这个大致呢 我想今天讲几件事 讲的过程中我们每一节呢 都可以随便聊 这个不做局限限制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美国的情况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 一跃成为世界第一了 真正的全球老大 疫情里头的感染的总人数 已经超过了十万 这个确实是很厉害了 那么现在这个 美国成为这样子一个重灾区 超过了中国 超过了意大利 当然了 它的死亡病例数还没有 那么现在 确实是已经进入到了 非常紧急的状态 也就是说几乎就是战争状态了 今天这个总统下午也签发了 这个战争这个生产动员 这个Defense Product Act Bill 也就是开始命令这个GM 通用公司要生产呼吸机了 这个以前 这个前两天 他一直说我不需要签这个 这些公司都来找我们联邦政府 这个他们主动的就开始 那个参议员和国会呢 反正是盯着他不放 一定要叫他签 这个情况到了现在 必须要行使这个权力 进行战争总动员 那今天下午他迫于这个国会的压力 终于签了 签了嘛 就是Tesla啦 GM啦 波音啦 这些大的这个重工业的这种制造商 开始全力以赴 生产医疗期间 尤其呼吸机 因为他也面临了很大的这个压力 纽约州长 纽约现在是美国的老大 真正的真正的老大 一直是各方面都是美国的老大 财政 金融 文化 各方面啊 这个媒体 那么现在的疫情也变成了老大 这个所以呢 纽约现在也是处于紧急种动员 而且不仅纽约 现在今天下午呢 这个总统也宣布了CDC 也宣布了好几个城市 这个芝加哥 底特律 这个什么 路易塞 这些地方都变成热点 Hard Spots 由于他们的这些地方的病例数 急剧增加 死亡率也是要升 所以这些地方也成了很紧急的地方 纽约州长呢 一直在埋怨 包括市长 整天埋怨川普 说是我们要呼吸机 你呼吸机 说提供给四千台还是六千台 我们这个预计要两万多 这剩下人 我们要 意思是要他们死吗 这个我觉得有点甩锅 或者是 川普也不客气 那你这之前 你便宜的时候你不要 现在了你紧急的要 这又不是说造气车呢 汽车生产线在那放着 一分钟一个就可以出了 呼吸机都要临时改造的 呼吸机呢 很精细的东西 它的对气流量的控制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状态的 这个掌握调节啊 那是很严格的 因为一旦上去以后 它不是人操纵的 它是电脑操纵的 万一这个你的这个项目 就不行啊对不对 所以呼吸机是非常精细的 这个东西 所以它这样说 也有它的道理 因为那个东西也平常 也没有那么大的用量 所以不可能说 搞几千台放几万台 放在那存着 这个东西也不可能 也不现实 对不对 那个东西你放在那存在那 它自然也就会损毫 消毫 或者锈坏了 电池 你要不要一直维持着 电池供电烧 供电烧了以后 这个整个的机器设备的 这个监控 这都要有人力的 所以这个东西很不现实 也确实是 而且说句实在话呢 我个人认为 这个时候也不要甩播 你埋怨谁也没用 你除了你埋怨上帝去 对不对 人类遇到了百年一遇的 这种pandemic 那你只能就面对这个现实 齐心协力 把这个事做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 这几大工厂 GM 这个波音 Tesla等等 包括福特 这个都大力生产 谷歌呀 什么Amazon啊 等等也播出巨资 脸书等等 都是全力以赴 支援这个整个 这个医疗界 医疗用品呢 3M24小时加班 生产这个N95和外科口罩 当然了 今天好像这个G27开会 几国巨头 尤其是川习会 穿习电话 完了以后好像是中国的口风 立刻就变了 就是也要大力支援美国了 现在 要往美国寄东西 包括马云呢 这些企业家也 表态要要要华为 都要给美国寄东西了 当然了也有很多那些 不法奸商 甚至就把 美国这边捐过去的东西 也连封条都变的 就又卖回来了 这也有 反正是这个是时间吧 什么样的情况 你都能看到 也确实是 至少呢 就是说至少 现在全世界 大家都这个 政要 二十 第一等等 大家都达成一致 疫情第一吧 反正是 现在大家也都别打了 对着一个敌人 就是疫情了 是谁造成的 或者是什么 也别甩播了 现在大家 一荣俱荣 一一损俱损 大家都都都好不了 经济搞到这种状态 谁都 谁都要遭殃 老百姓都要遭殃 是不是 就看谁最后能撑的时间长一点 那这个东西 谁能撑几个月 很多国家 估计都要 所以纽约总动员呢 体现在几个方面 刚才说了 就是联邦政府 大力支持 严格 更加严格控制 群居 这个居家 能不上班的 绝对都不上班 在家远程工作 医院呢 全力以赴 而且呢 动员所有退休的医生 护士 重新回到岗位上 这时候的执照的什么办理啊 那都是次要 你只要是以前是 这个执照是 有纽约执照的 哪怕或者是外州执照的 尽管已经退休了 执照已经作废了 或者是 inactive 那么很容易 就是暂时 立刻就给它恢复 投入到这个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能投入到这个 哪一个战场 你就投入到哪个战场 甚至 联邦政府 现在也提出 就是说 征召外部医生 有经验的外部医生 护士 医疗技术人员 比如说 呼吸师啊 等等 这些 灌洗师啊 其他的这个护士人员 ICU的护士人员 急救时的 包括各科的这个专业医生人士 那么这个很可能就要提供一些签证的方便 J1啊 H1啊 L签证 O签证等等 甚至也有人提出 就是说 很多外国医学生 申请美国住院医生 没申请上 那么这个时候 也可以让他们进入到医疗行业 参加的一些 Volunteer 就是说 义工 这种形式 那么总之 就是说 医护人员的 犹豫 严重缺乏吧 所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你也可以说 战略性的这个人才储备 或者是人才 这个调动 人才抢夺 向全世界发出 这个美国国务院 这个规划局 连什么旅游啊 这方面 综合的这个各个部门 协同起来 要提供给各个外国的这些 有经验的医师 我相信这也很吸引人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手段吧 也能得到大量的人 因为确实美国的这个医护人员 还是很缺的 缺口很大的 包括医生 他每一年都要 又缺口 他自己的医学院毕业的学生 全部进入住院医生 他的缺口还有一万多 所以 这个 而且这只是住院医生 那么成熟的 有经验的医生 这个环节里头 他缺口还是很低 也还是有的 还是很大的 尤其一些重体力的 你像这个ICU的 这个急诊科呀 外科呀 产科等等 这些高强度 高体力活动的这种 这种专业性 也非常强的 这些科室呢 医生呢 这个退休 Turn Around的这个速率比较快 量也比较大 那么这时候 而且培养一个这样的人的 这个周期也比较长 成为一个熟练的ICU医生 肺科医生 或者是急诊科医生 还是很 要take的时间更长一些 因为他直接牵涉到很多 就是急诊状态 或者是非常critical的病人的 严重病人的这种 护理或者是救治 那他要求的 很多这个技术条件 各方面更 更苛刻一些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周章也提出 尽管现在已经 跟美国陆军的工程兵 司令合作 建成了四座方舱医院 在四个地方 Westchester长岛 这个曼哈顿 还有一个什么地方 一个名字 建了四座 巨大的这种方舱医院 跟一次大战 那个时候的 西班牙大流感时间的 那个方舱类型 有点相似 但是现在呢 就是已经是 往往 那跟过去 是已经完全不能相比了 你要现在看 今天下午那个照片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网上 能不能谁播出那个照片 导播能不能找到 今天下午 好像就看到电台上 已经看到这些照片 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漂亮 而且都带有隔离的 不像国内的 就是相互之间 就是脚对脚 头对头的那样子的 很近的距离 每个床之间 什么也没有 这样的隔开的 所以他这个都是在隔离 里头有这个 各方面的一些设备 一些必要的一些设备 而且非常人性化 有个小椅子 包括一个人 来在这坐着的 所以 尽管如此 周长认为就是说 预估计由于这几天的 这个试剂盒的到达 大量的检测 那么病人的增多 病例数的极具增多 所以呢 他认为这四个方舱医院 所谓的方舱医院吧 临时野战医院 可能还不够 还要就是说 从这个跟野战部队 野战营军的工程兵 达成协议 再建四个医院 今天已经说了 那么两手医疗船的 周一其中可以到一艘 另外一艘已经到了LA了 这个医疗船呢 它可以有1000张床 10个ICU 可以顶替 完全顶替 一两个医院的这个规模 一个船上有足够的医疗人员 当然他们也在 军队系统也在动员 这个退役的这些军医们的 回来 可是呢 就是说 现在这个情况 由于纽约地区 这些热点地区 突然的病例增加 医疗人员的 这个显著的 这个人手不够 尤其一些 关键科室 急诊科 肺科 呼吸科 ICU 这个麻醉科医生 等等 这些专业科室和医生 的人手不够 包括的医疗用品的 还是 还是短缺状态 你像这个 我夫人工作的西奈山医院 前天有一个护士站的负责人 已经去世了 这个40岁的一个小青年 凯利 大概NBC也登了 他就是感染了 一个星期就死了 看看他们的照片 也挺心酸 他们的防护服 就是用那个大垃圾袋 捡个窟窿套到头上 就是就当防护医了 很多医院 我工作的 我跟另外一个 卫肠科合作的 一个卫肠科医生 他也讲 他们医院里的急诊师 或者是ICU的医生 穿的那个防护服 根本没法跟中国 现在武汉医疗队 穿的那种 全部照着 跟防化冰的那种 戴呼吸器的那种 呼吸器的 过滤器的那种 防护服相比 确实还是很艰难的 现在 而且防护服的制造 也还是 不像口罩那样 来得那么快 那么大 那么亮 所以现在这个 还是很危急状态 前两天 我们这个也是在 各地华人 包括我自己 我们也都在募捐 希望能够 跟国内厂商联系 和其他厂商联系 来给纽约的 这些一线的医生 尤其一些中小医院 他们更缺乏 这些护理的用品 来募捐 希望我也希望 能够听众 能够 不管是国内的 还是在美国的 在其他国家的 能够在这个时候 伸出 你的这个 援助之手 展示一下你的爱心 或多或少 我们 居少成多 能够给这些 医疗前线的医生们 一些支持 这些是我个人的一些 希望吧 那么在这里呼吁一下 尤其像波斯顿 也是一个重点灾区 麻省主院 不列根 妇女医院 各有三四四十多个 这个医护人员中招 也是一个 你像这两家医院 那都是全美排名前两名 前三名的医院 最好的医院 居然也到了这种地步 而且三四十个 每家医院 有三四十个 而且 更被吹的是 纽约市 你像有二百多个 这个NYPD 就是纽约警察 这个中招 其中11%的 这个 整个纽约11%的 这个警察 现在是 病假 因病 这个不能执行 所以这也带来了 很大的潜在的 这个社会治安问题 所以纽约的情况 还是确实 还是比较危急的 这个情况 但是呢 大家还是 也有信心吧 在这个 州长的这个 呼吁和 这个一系列的措施下 呃 城市整个还是很 安定 很平稳 没有出现抢购啊 暴力行为增加啊 等等 地铁里都空荡荡 公交车现在都是免费 呃 当然也很空 没什么人 大家也都 积极在家里头 车里 公路上 高速公路上 车辆很少 那我平常上班的话 得四五十分钟 现在二十多分钟 就到了 呃 另外一个 最显著的 就是刚才提到 除了征招 这个退休医生 外部医生以外 呃 今年的 医学院毕业生 提前毕业 现在就开始进入临床了 就你 原来是七月一号 啊 七月一号 因为他们 三月十五号 工张榜公布 你今天啊 今年你卖气到哪里 录取 被哪个医院录取了 大家都知道了 是什么专业 那么现在你 立马就进去吧 就开始干活了 就当人 当一个 当当当当当 当一个这个战士用了 就上阵了 所以这个 这个情况 也说明了这个 你像NYU的 Medical School 康奈尔 哥大 呃 这个 呃 爱因斯坦医学院 等等 他们都采取了这个方式 西奈山 西奈山的医学院 等 总之吧 反正纽约的这几大医学院 呃 都已经提前让这些医学 医学生毕业 进入了临床 就开始实战 那当然在意大利啊 他们的法国啊 这也是同样 也这也是 因为这基本就是战争动员了吧 百年一遇的这种情况 你这种大瘟疫 全世界的这种大流行 就是一种战争状态了 几乎 只不过是战争的 具体的这个敌人 是是一场病毒 瘟疫而已 不是具体的哪个个体 或哪个国家 嗯 大致呢 就是 关于这个 这次的病情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的了 那么各位 如果有什么 呃 补充的 也随时可以举手补充 这个 反正是后台 后台那个谁呀 川 和老马 你们两个是是是 能够随时掌握 看看谁举手 想发言的 或者是提问的 随时 啊 这个全世界呢 现在是58万5000多 这个这个 58万吧 这个人 那个中招了 感染的病人 那么 26800多 这个死亡病例 死亡率是4.6 4.6% 那么中 这个纽约 这个美国呢 是超过10万 死亡了1500多 死亡率是1.5 这个总体而言 这个美国的死亡率 还是注意比较低的 这个数值 跟欧洲的像德国 基本上接近 韩国 日本 都都比较接近 德国呢 最近也是在暴增 病例数在 我们就在暴增 买到 是